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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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今天猫一起练日文 今天要看的新闻是关于这个无人机 新开发了这个无人机 一起看一下它有什么特别 NTTドコモ NTTドコモが開発したこちらの風船型のドローン なんとプロペラがありません ドローンに取り付けられた装置が振動することで弱い風が発生し 音も静かに飛ぶことができます 高速で飛ぶ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が 割れにくい特殊な素材でできているため 屋内でも安全に使えるのが大きな特徴で 今後、人が多いイベント会場での撮影や広告としての利用を目指します 一方、こちら 右側の人が手を開くと間を置かずに 左側の人の手も動きます この装置、読み取った手の動きなどをデータ化し リアルタイムで別の装置をつけた人の筋肉に 電気的な刺激を伝達し、動きを再現します 将来的には、ピアノの弾き方などの感覚的技術を 遠い場所にいるプロから学ぶ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では、一緒に見て下の文章 この無人機、新型の無人機はどうでしょうか? 屋内でも安全に、プロペラのないドローンが登場 NTTドコモ 即使在室内も安全に、プロペラの無人機登場 NTTドコモ NTTドコモはその公司 前方の句子 もう安全に、もう もうはや 都の意味 屋内も安全に そして、プロペラのないドローン そして、プロペラのない プロペラのない プロペラのないドローン NTTドコモが開発した こちらの風船型ドローン なんとプロペラがありません この由NTTドコモ開発的 氣球狀無人機 竟然沒有螺旋掌 この無人機 一般的無人機 この文科生 不太熟悉無人機 Docomo開発了 新的無人機 不需要用螺旋掌 就可以 無物がありません 無前面 そして、なんと なんと 竟然 可以這樣摩 的意思 ドローンに取り付けられた装置が 振動することで 弱い風が発生し 音も静かに飛ぶことができます 負い無人機上的設備 鎮動、震動、 雙方が発生 微弱風が 安静的飛行 取り付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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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の設備 後面 震動時 震動時 微弱風が発生 音もしづかに 安静 音匙 音は 安静 安静 飛行 飛行 着急 Dekimax Dekimax を入れて 前面 這件事 一個很長的句子 整句的意思是雖然不能高速飛行 但由於採用了不易截斷的特殊材料 所以可以在室內安全使用是一個大的特點 今後目標是在人多的活動會場來攝影和廣告 目標是甚麼 目標是在人多的會場 做satsuneya 這個也是yayana 大家要細心點 這個satsuneya 代表他不僅僅做攝影和廣告 可能還有其他 但這裏就沒有一次過寫出來 另一方面 在這裏 當右邊的手 在這裏 左邊的手 也沒有停頓的動作 不這樣看 我不是很理解 可能要看到實物 我才能理解到 甚麼 怎樣可以打開手 但右邊 左邊的手 左邊的動作 如果有理科生的同學 明白這句說甚麼 請在下面留言分享 告訴我們 這裏的動作 這裏的動作 會被轉換成數據 Dataka 就是數據的意思 電磁機時 會適時傳送到 安裝其他裝置的人的肌肉 可以再做這裏的動作 可能會被拼了A先生 然後B先生 就可以再做這裏的意思 現在看這句 日文的畫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CC Datak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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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很常用的文法 Mamashi Mamashi 是一個初班的文法 大家也不記得 可以去看 看看這句 將來 將有可能從遙遠的專業人士 學習如何彈琴等的感官技能 大家不只是用Zoom 就是可能站好遠 然後老師示範給你看 然後裝置 不知道怎樣傳送過來 就好像 你可以直接感受到 原來我是這樣移動的 在這裏舉了一個例子 譬如彈琴 Piano no Hikikata Nado 這裏不是用Yat 他用了Nado 也不只是學鋼錦 例如跳舞 這裏沒有寫出來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文法 是這個 Mamabukoto ga Dekiru 就是能學習的意思 然後Youni Nalu Youni Nalu 就是希望 或者變成這樣這樣這樣 有這個目標的感覺 對 以上就是我今天看的新聞 我覺得它挺有趣的 這個科技發展 令到我們人的生活越來越方便 例如大家現在 可以work from home 就用Zoom 或者早期的手提電話發明 互聯網發明等等 科技越來越進步 令到我們生活越來越方便 我都很期待 不斷每年 有些新的技術 新的科技出現 如果大家有什麼 最新最特別的資訊科技 而你又知道 可以分享一下 告訴我 那我們今天的新聞 就分享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讚好 和分享出去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一下保險 我們目標的 我們的好事 我們會分享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